今天获得2016年度 Music Radio 协讯旅行中国闹牌 我们把我们的年度新人奖发表一下 非常感慨 作为一个新人 刚才我在台上拿到一个年度新人奖 我觉得对我是一个莫大人 我觉得之后的话 我能继续努力 然后把新的作品好的作品 好的我们现场还有记者朋友要提问 来 把麦给他 您好 这边 之前因为你是拍过《火》的嘛 那好像最近都是在 出现一些这种音乐盛典 那好像更多的我们音乐方面发展 那你现在更有听像是演戏还是多种 其实我身份的意思都是 演员曲回周 歌手曲回周其实都有 然后呢我现在呢因为在忙活的专辑 然后后面的这8月份会发生我的新的专辑 专辑发布完之后的 我会幸福开心 所以我希望无论是影视上面 是音乐上面我都想把好的歌曲带给大家 因为刚刚我们也在看 那个直播嘛但是 一直没有声音所以 就是能不能现场秀一段 超两段了对对对对 那所以太遗憾了那你又会现场的观众 好的那我们另外一位 因为刚刚还有一位要提问 后面后面对 你可以大一点节省时间 我不是飞太多的那些 其实呢我希望就是 多强新些不同的人做不同的风格 然后呢新专辑呢 一定会让大家失望 好所以刚刚你说 新专辑是8月份就要发 好的我们试试一下 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